那么今天我们这个 涉及到的是现代政治思想的开端 我们说 那么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 或者说 在当今世界 那么西方主流的国家 主流的社会 它所信奉的一些基本的政治的价值和观念 它是在现代初期 开始获得它的这个基本的内涵 和它这个特定的意义的 那么我们今天是从这么的一个角度来谈 我们所涉及到的这本书 洛克的政府论 那么这一讲 那么一个方面 我们会涉及到洛克的政府论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工具 它的基本的内涵 它的推论的方式 但是我们也会涉及到 那么相关的一些政治的社会的背景 涉及到那么中西的政治观念的一些对比 那么涉及到 在洛克的政府论里面 得到了清晰的表达的一些观念 在后来的政治事件当中 在后来的重大的历史文献当中 它的表现 一个民族对于来自于别的民族的思想文化 它的接受 它的传播 它的介绍 它不可能是全盘的照搬 它经常会出现一些变化 经常会是有所选择 一个方面 本民族的固有的文化传统 它会发生作用 另外一方面 一个民族 它有自己迫切的需要的时候 它从别的文化那儿所首先注意到的 所首先愿意进进和介绍的 也往往是其中一些非常特别的某些部分 所以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一个方面 在原来的文化传统里面 有时候并不重要的人物 并不重要的著作 在被翻译介绍进入其他的文明 其他的文化的时候 突然获得了特殊的重要性 在中国这种情形非常常见 在严富的著作里面 我们最熟悉的 我们了解的 严富著作里面影响最大的是哪一本 天眼论 天眼论的原文实际上应该叫做 进化与伦理 达尔文的进化论 然后如果我们把它应用到 伦理学 应用到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来 它应该是个什么样的蕴 应该是个什么样的意思 我们都知道天眼论在近代中国被引进的时候 它的学说被简化成了这么两条 一条是物尽天则 一条是什么 适者生存 大自然它本身是一个选择的过程 各个的物种之间在相互的竞争 那么大自然进行选择 最后是依据什么样的这个法则来进行选择 最适应环境的变化 最能够这个抵御环境的变化 所带来的威胁的那样一种最适合的物种 它就会倖存下来 如果深谷学上的这个达尔文主义 在当时那么得到了这个普遍的这个信任 那么它在这个运用到政治社会方面来 会有什么样的内涵 一种最简单的内涵 当然是这个 比如说西方有很多人 以这个辛辣的讽刺的口吻写道 说这个资产阶级 成功的资产阶级就应该是最适于生存下来的物种了 因为它聪明 因为它好干 因为它精于盘算 因为它善于盘剥别人 所以它能够生存下来 或者如果放到人种之间 民族之间 国家之间 社会之间 不同的集团 族群之间 好像它也可以有这样的蕴含 那就是最能够适应外界的严酷的环境变化的那样一种民族 国家 种群 它越能够适应下来 那么这样的蕴含当然带有非常强烈的 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是类似于法西斯主义的色彩的 但是从进化论 你也可以引出别的蕴含来 比如说进化论的发展里面 有人会强调 幸存下来的物种 有时候是那些内部非常善于团结协作的那样一种物种 也就是说建设一个内部和谐的社会就是使这样一个群体整体最能够幸存下来的手段 如果从这样一种蕴含出发 也许进化论得出来的伦理上的社会政治的蕴含又都不一样了 这是我们随便涉及到的一点 或者说人们对待自然界的看法的变化 它经常会影响到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甚至整个世界的看法的变化 以前我们在讲到科学革命的时候谈到 刘顿的科学成就 使得人们整个对于人和世界的关系的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可以说在他之后 达尔文主义也产生了这个类似的影响 我们刚才说到这一点 是想说明的是 举的例子是说 天眼论的作者贺虚离 不过是一个二流的准科学家 他的科学家的身份是很可疑的 在当时的人民的言语里面 这本著作在西方也不过是一本二流的著作 现在西方人大概一般不知道这本著作 只有特殊特别的去研究这个进化论 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所产生的效果的专家 大概才会看这本书 但是这本书在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比如我们都知道 胡适的名字怎么来的 胡适 他的原名不是这个 只所用这个是 他的字叫做四肢 就是要适应这个变化 就好比比如说五十年代出生的有很多人叫建国 叫元朝 一样 那个年代有很多人叫靖泽 叫做这个 比如说胡适 四肢 你们去看这个五十前后的一辈人的这个回忆录 比如你看这个 斯洛写的《红星照耀中国》里面 毛泽东的谈话 这批人都受到天眼路的影响大跌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中国面临着王国灭种的危机 我们必须找到一种理论来解释 为什么这个一度的天朝上国最后会沦落到这么一个地步 我们还需要在找到这种解释的同时 找到一条路 来避免这样一个最坏的结局的到来 物尽天则 适者生存 因为你脑部变化 因为你固守了这个 暴残守缺 所以你最后到了要被 毛泽东爱说的话 叫做要被开出囚集的时候 那是危机 你到了这样一个局面了 但是这样一种解释框架 它也提供了一种前途 提供了一种一线生机 这一线生机是什么 那就是变则通则久 那就是你要变革 你要不断的变化 你要想办法适应这个环境 然后你才有可能由生存竞争的弱者 转而成为强者 所以有时候在原来的文化系统里面 并不重要的著作 在被转换移植到别的文化传统里面以后 它会变得非常的重要 比如说天眼论 在这个现代中国所产生的印象 大概是贺虚尼本人都梦想不到的 贺虚尼更不会想到 在英国都不是特别知名的 他曾经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想 相反的也会有同样的情形 那就是在原来的文化系统里面 在原来的这个思想谱系里面 非常重要的人物 但是在别的文化 别的社会 别的传统对这样一个文化 对这样一个传统进行介绍和移植的时候 好像被有意无意的淡化了 或者说它有一个非常显耀的地位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变成一个不那么显耀 不那么重要的因素了 比如我们今天要谈到的 洛克和他的著作 也许就可以算是这样一个例子 因为在中国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对于洛克这个名字并不熟悉 对于他的著作还非常之陌生 你看 严富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 是非常之有眼光的一个人物 他一的著作我们随便列举 你看有孟德斯丘的论法的精神 这是我们将来要讲到的 他当时意叫做法义 有密尔的论自由 他把它翻译成群己全结论 这是一个非常独到的 非常有眼光的译法 他人群体和我个体之间的自由 它的界限在什么地方 这的确是论自由所要解决的主要的问题 比如说他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国父论 当然他影响最大的 是他是学术地位远远低于前三者的 赫须里的天眼论 那么我们今天 那么主要就是要围绕这个洛克 尤其是他的著作政府论 那么来谈一下这个 现在西方的政治观念 那么我们主要要涉及到的 那么出了洛克 那么我们现在还要讲到 那么和他同为古典自由主义的 奠基人的霍布斯 霍布斯和洛克 这我们需要说一下 我们上堂课谈到吉卡尔的时候说了 那么现代哲学从一开始就分成了两个 在基本的理论预设上 那么有着非常鲜明的差别的两个学派 而且他们有他们的这个各自的这个地域特色 这就是英国的经验主义和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 我们说到英国经验主义在培根之后 那么它的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霍布斯和洛克 再往后就是 Berkeley那个巴克莱或者贝克莱 我们有不同的翻译法和修末 我们上次课还曾经谈到过 那么我们经常好像会有这么一种感觉 觉得经验主义天然的和我们平时所谓的唯心主义 唯物主义有天然的亲和关系 而理性主义好像天然的就应该和唯心主义有更亲密的关系 但是实际情形并不见得如此 上一次我们还举了例子来谈那个贝克莱 他有经验主义的前提 最后得出一个存在就是被感知的这样一个命题 当然在时间上贝克莱和修末都是晚于霍布斯和洛克的 那么霍布斯和洛克他们在哲学史上 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也是认识论上非常这个重要的人物 就这个话题还可以稍微再说几句 那么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 他当然有他的这个基本的既定的前提 但是这样一个前提 并不是每一个他的这个重要的人物 都会把他沿着既有的逻辑推下去 比如说在霍布斯和在洛克这 他们一方面既坚持了经验主义的一些基本前提 另外一个方面 他的思想里面又会有一些这个和理性主义相通相关联的地方 比如霍布斯是一个非常彻底的经验主义者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他是一个唯物主义以上的经验主义者 他认为世间所有的一切 那么都是由物质的运动而构成的 而物质的运动最终都可以分解为各种机械运动 包括人的思维都是这样 人的思维表面看起来非常之复杂 但是实际上他不过是非常机械的各种运动的各种运作的一种这个升华而已 最基本的来说用加减这样的方法也能说明人们的思维的关系 我看到远处有一个黑影过来 我看到他是两足执行的 我看到他是一头绣发 我看到他的模样 然后我的心开始砰砰的跳 这就是我期望遇上的那位 这是一个逐渐相加的这样一个过程 相减的过程也是一样 人的思维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的 但是霍布斯这样一个比较 按照严格的经验主义前提出发的这样一个哲学家 那么在他的这个思想里面 也包含了很多和理性主义相关的要素 因为他同时也是一个数学家 他老觉得经验主义能够解释一切 但是数学实在是一门非常奇妙的学科 也许人类的思维里面专门有一块领地 是属于这个数学的 而数学的法则是经验主义的前提所不能够解释的 我们再稍微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经验主义的 或者说古典的经验主义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 修默他的基本的论点 我们上次谈到 修默也是这个少年天才21岁的时候 就完成了他最主要的著作了 当然最主要的著作篇幅太大了 没有被人看懂 27岁时候写了一个简写本 才开始这个声明确切了 那么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都是伴随着现代自然科学而发生发展起来的 而现代自然科学 它总结出来的 它最后达到的成就是什么 是人类理智对于外在的自然世界的认识 得到的是种种规律 得到的是一个基本的信念 也就是说外在的自然现象 最后它是由被铁的法则所支配着的 它是有规律的 它是有固定的因果联系 固定的这个关联 在支配着它的 好我们可以这样看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比如我们看到一种现象 比如一个铁球A碰到了另外一个铁球B A碰撞B 然后B运动起来了 我们说A的碰撞是B发生运动的原因 B的运动是由于受到A碰撞 是A碰撞它所产生的结果 我们又看到别的现象 比如太阳照晒着石头 假如不是北京的冬天的话 然后石头变烫了 石头变热了 我们会觉得 这两者之间是有种关联的 太阳的照晒是石头变热的原因 石头变热是太阳照晒所产生的结果 也就是说 这两个例子当中 我们分成这个前一个事件和后一个事件 前一个事件和后一个事件之间 是有因果关联的 甚至是有一种必然关联的 我们再次看到A碰到B了 B还没有来得及碰到B 我们心里面就想到B要运动了 我们看见太阳照晒着石头 我还没有摸着那石头 我心里面就会预期着那块石头变热了 那么这个因果这样的观念是从哪来的 这本身是一个问题 或者说必然联系 两个事件之间产生了必然联系 必然联系的观念是从哪来的 如果你从经验主义的立场出发 一切都知识只能来源于感官经验的话 那么我们得到的认识 我们头脑里面所能够拥有的观念只是 A碰到B 然后B运动起来了 我们无数次的看到类似的现象 A碰到B B运动起来了 我们无数次的看到太阳照晒 石头变热了 但是你从经验里面你抽不出因果这样的观念来 是不是 因果这样的概念是不从 是经验里面所无从产生的 经验里面没有包含这个东西 经验里面只包含了A碰到B运动了 经验里面只包含了太阳照晒石头 石头变热了 经验没有说前者是后者的原因 后者是前者所导致的结果 那么因果或者说这种必然联系 它的特性是什么 在休默看来 它是一种我们心理联想的习惯 为什么 因为如果一切认识只能来自于经验的话 经验里面没有因果 我们为什么会说 A碰撞和B运动之间是因果关联 太阳照晒和石头发热之间是因果关联 是因为我们无数次的看到了类似的现象 以至于我们不欺然的而产生了一种心理预期和一种习惯式的联想 我们看到A快要碰撞B了 我们就期待着B会运动起来 我们看到太阳照着的石头 我们就预期石头会变肉 它只是一种心理习惯 只是一种习惯性的联想 只是因为两种现象总是经常的相伴随而发生 所以我们就产生了一种联想和习惯 这就是因果关系的本质 这就是必然联系的本质 这就是自然科学的所谓的规律的本质 这样一种观念 你当然可以说它是高度的维新主义的 你当然可以说 它完全否定了科学规律的 人们传统上所认为应该具有的那种铁的客观性 但是我们现在不过多的讨论这样一个观念 我们只是要说 19世纪末20世纪初 物理学发生了一场革命 这场革命的主要的人物 马赫和彭加勒 在科学的哲学前提方面 他们有他们的基本的一个论点 规律是什么 规律是一种约定 约定俗成 他们的观念 他们的这个思路经常被称之为一种约定论 科学规律是一种约定 约定俗成的 是我们受过同样训练的科学家群体内部都能够接受的 并且在现在的范围内 仍然能够有效的解释经验现象 并且被实验所反复的证实的这样一些约定 他并不是说规律是什么 客观外在世界所存在的 然后被我们的主观认识所正确的反映出来的东西 不是这样看 你可以说马赫和彭加勒的这样一种看法 实际上是休默的思想的一个变化了的版本 所以经验主义这样一些推论 并不像我们乍一看来 那么好像经不起推敲 或者说绝对是实际的低流的科学家 所无法容忍或者说不能够接受的 或者换一句话来说 自然科学家不一定非得要有一个前提 说我干的事是揭示外在客观世界本身就存在着的规律 并不见得非得需要这个前提才能进行有效的工作 也许有机会的话 我们还会有一讲来专门撇开文化民族 我们专门来谈一下 历史学家来讨论过去 他也许不见得需要一个前提 就是说我要做的一切就是要完全的复原 或者说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也许他并不需要这些前提 也许以后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誓言来探讨这个问题